大家好,我是阿辉 今天用这块老豆腐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 很多人都没有吃过 上车以后连汤汁都不剩 特别的好吃又下饭 做法独特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把豆腐改刀切成一公分左右的厚片 再切成一公分左右的长条 最后切成小方块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锅中水烧开后把豆腐下入锅中 把豆腐焯一下水 焯水锅的豆腐吃起来会更加的嫩滑 而且还能把豆腐中的豆腥味给焯出来 焯烫的时间不用过长 水开以后煮一分钟左右就可以 然后把豆腐控水捞出来备用 准备一个小碗里面打入三个鸡蛋 加入一勺食盐增加底味 再用筷子充分的搅散 这颗鸡蛋液需要搅拌的散一点 这样会更好吃 往里面加入1.5倍的温水 然后把豆腐丁倒入鸡蛋液中 然后直接放到蒸锅中 上面盖一个盘子防止水蒸气滴入 而且还能让鸡蛋熟得更加快 盖上盖子大火烧开 上汽以后蒸20分钟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些配菜 准备一小把芹菜去掉叶子改刀切成末 切好以后装入碗中 再准备一根胡萝卜 削去外皮 清洗干净 先将它切成片 再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胡萝卜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块生姜 改刀切成片 再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准备几个小葱 我们把葱白和葱叶分开切 葱白切成葱花 装入盘中 葱叶也切成葱花 装入盘中备用 然后再准备三块钱的五花肉 先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起锅烧油 锅中加入一点点的油 油热倒入五花肉丁 开虾火翻炒 炒出里面的油脂 炒至肉丁变色 加入葱花姜味 把葱姜炒出香味 炒香再倒入切好的芹菜 胡萝卜丁也加进来 我们开小火继续翻炒 把芹菜和胡萝卜丁翻炒至断生 炒好以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我们开始调味 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加入半勺生抽 再来点老抽上色 然后倒入一勺蚝油 用铲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把所有的调料都搅拌至融化 然后开大火煮开 煮开以后我们往里面倒入一点生粉水 把汤汁勾个芡 一直把汤汁收至浓稠 像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关火先放一旁备用 这个时候鸡蛋和豆腐也已经蒸好了 再用夹子把上面的盘子拿出来 然后把碗直接端出来 再倒上我们炒好的料汁 哇 好香啊 最后撒上一点葱花点缀一下 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鸡蛋豆腐羹就做好了 这个做法非常的简单 这样做的鸡蛋豆腐羹真的是太香了 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闻着都要流口水了 而且我们这样做的鸡蛋豆腐羹口感非常的嫩滑 吃起来特别的营养又健康 里面加入了芹菜胡萝卜肉末还有豆制品 营养也是非常的全面 这道菜老少皆宜真的是太好吃了 如果你也喜欢就试试做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谢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